开始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之情 我们一起低头讨过 感谢天父上帝 我们虽然外面打大风 落大雨 但是我们感谢你 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持有感恩的心 因为每一天都因着神的恩典 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天都有生命气息 我们感谢你 我们回到你的殿当中 大家平平安安 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敬拜你 用我们的口去赞颂你 神来我们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开我的心 开我的眼睛 开我的耳朵 真是去聆听你的话语 愿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 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你听祷告 也会英文我们祷告 愿你与我们每一天都同在 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祈祷奉主日宿命祈求 阿们 嘿 弟兄姊妹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 我第一个母语应该是 知道我第一个母语是什么吗 不是喔 我第一个母语不是广东话 第一个母语是什么 西班牙话 应该是吧 我猜我应该是吧 我应该在小时候第一句说 Colmoy Stats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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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回到香港我就学什么 学广东话 我发觉广东话 我小时候回到香港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老师说什么 学广东话真的不容易 你们觉得广东话容易学吗 容易吗 你们觉得 我学得很辛苦 那时候 学广东话真是 你们觉得容易 学国语 我觉得更加难 对我来说 但是我发觉 从小时候去学习 广东话的时候 广东话真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它真是有 它一种表达的方式 而且用广东话来说 这广东话真是很精净的 有时有我们用了很多的 语句 真的大家都听到 耳熟能长的一些 说话 一些语句 在香港 近这几年 有一帮人 想将广东话 发扬光大 将一些广东话的语句 翻译成英文 希望可以用英文 去解释那句 香港广东话的说法 但其实发现 真的很有难度 将一些广东话的语句 转成英文 真的挺有难度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玩一个游戏 如果你们英文好一点的 你们都可以解答的 那么我们一起学一下 一些的 将广东话语作英文 的一些英文字了 好吗 都靠你们了 你们大声点讲的答案给我听 好吗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吗 给你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 One doesn't do Two doesn't rest 这个是广东话什么 一百就要不有 几好东西 不错不错 好了 那么就来咯 第二个 No 300 dollars is buried down here 什么 什么 这句什么 此地无人三百两 知道什么叫此地无人三百两 明白吗 这句什么意思 不是三百元 三百两 知道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可以明白 此地无人三百两 无银三百两不是无人 无银三百两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努力去隐瞒 和掩饰一些事 但是做最后 都是事以愿为 都反被公开 这个意思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第三个 这个应该猜到了 An inch of time and an inch of gold An inch of gold is hard to buy an inch of time 那这个是什么 一寸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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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有第二句 现在才知道原来有第二句 第二句是什么 串 不用急口令 一寸钢音 一寸钢音 第二句是什么 串金难买 串钢音 我不认识第二句 永远大家说都说第一句 第二句我真的没听过 OK 你们的广东话都不错 然后再来一个 Doesn't care 3721 不理你3721 OK 什么意思 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不理任何情况之下 你都尽力去做 意思就是不是走位上将 原来你说不理3721 就是说不理任何情况 我都会尽力去做好它 就是这个意思 OK 这个 看看你管不过这个 Stick Stick Dumb Dumb In one Table 什么 什么 痴痴 什么 痴痴 呆呆 痴痴呆 坐在一台 就是什么意思 痴痴呆 坐在一台 就是什么意思 蜜蜜蜜蜜蜜蜜蜜 对了 OK 下一个 这个应该懂 Give birth to a 叉燒 It's better than you 大家哪个被爸妈说过的 举手 生个叉燒好过生什么 生你 OK 第七个 Don't see cough and no drop tears 不像棺材不流眼泪 OK 香港人就是这样 这个应该懂了 第八个 这个 East home no heat Heat west home 好厉害 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不错 不错 OK 然后另一个 这个应该懂 是吧 Dye chicken pushing the rice cooker cup 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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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OK 算不错 你们 还有一个 看你想 inte想到 还有一个 ghosts don't know your mother 是 a woman 哈哈哈 sincer 哈哈哈哈 Sandy不错 那什么意思呀? 鬼不知道你妈妈是女人 知道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呀? 港东人经常这么说 就是说不要说废话了 鬼不知道你妈妈是女人 OK 大家都可以 你猜一下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 中文的 下一个 就是英文的 猜一下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 You do noon a new year I do meet autumn festival 你做初一我做到的 哈哈哈哈 好嘞 Sandy好嘞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 下一个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什么意思呀? 如果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就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呀? 如果我这么说的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呀?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呀?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啊? 以眼还眼 就是你这样对我 我就什么? 我就这样对你 你要我不好过 我就会令你更加什么? 不好过了 其实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有少少一个意思就是什么? 一个报复的意思 就是一个说 你这样说 我就这样告诉你 是不是? 给你个例子 比如说有个故事就是说 两夫妻子在吃饭的时候 太太煮了一顿饭 然后老公就谈到太太 你煮的东西不好吃 然后太太就说 你娶的是老婆 不是厨师 然后晚上呢 大家两夫妻子在睡觉的时候 听到楼上有些怪声 然后那个太太很害怕 然后跟老公说 喂喂 你上去看看上面什么 有些怪声 然后老公就立刻报复 就说 你嫁的是老公 不是警察 是不是?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题目 一个要以眼还眼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经文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很多人都很熟悉 但是也很多人误解了 也都不明白当中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就拿来说笑 因为他们误解 所以很喜欢拿来说笑 尤其是非基督徒 很喜欢用这段经文 去笑我们基督徒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 未分享之前 我就想问一问大家 在过去几个星期 我讲到几次 我都讲关于是什么 耶稣讲关于是 我们天国子民的生活 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怎样 那我记得第一次我讲的是什么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就是说我们不要恨人 不要恨人 OK 第二次我讲的是什么 耶稣讲的是什么 是不可什么 不可奸淫 不可忧妻 意思就是说 因为当时这些男性 对女性其实好像一个货物 我可以 我优你又可以 我对你一个 好像一个货物 那样 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们什么 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真诚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当人一个货物 我们不是利用一个人 而是我们什么 我们去看他一个人 我们去关怀他 我们去和他有一个好的关系 那么上次我讲的是什么 不可什么 上个星期我讲不可什么 起誓了 不可起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说每一句说话 是就什么 是就说是 不是什么 就说不是 不要多 说多就是什么 说多就是出于什么 难恶者 就是我说 当我们常常说得多 我们说大话 我们骗人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和魔鬼 什么 做朋友 我们不要和魔鬼做朋友 是吧 所以耶稣就是说了几样东西 不可杀人 不可奸人 不可起誓 OK 那我们今天再看看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是另外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是什么 我们就看一看 马太福音 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我们读一读好吗 OK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 耶稣说了 你们兴建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也都是说那句 如果现代说法 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耶稣一开始说 就是什么 你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耶稣在说这个 你听见有话说的时候 也是说什么 一些的 一个传统传络 一个旧约里面 就是一个时代传来的一个教导 耶稣 你记住一件事 耶稣他说他来到 不是去废除旧约的律法的教导 而耶稣来到就是去什么 去指出当时一些法利塞人 一些民事 一些宗教人士 去对旧约的律法 一些错误的教导 所以耶稣要纽正这个错误教导 那我们看一看旧约 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文的教导 是什么 关于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我们看一看这经文 好吗 我们看一看下一章 旧约里面 摩西 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文的教导 OK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出埃及记 若有别害 就要以命償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落还落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第二个经文 尼未记 打死人的必被自死 打死伸俗的必陪上伸俗 以命償命 人若使他轮舍的身体有残疾 他怎样行 也要住让向他行 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 也要住让向他行 打死伸俗的必陪上伸俗 打死人的必被自死 不管是寄居的 是本地人 同归一裂 我是耶和华 你门的神 当你看到这两段经文 这个旧约神道的摩西教导的时候 你会想起两个字 我问一问你 有哪两个字去形容这两段经文 你会想起哪两个字 你会思想到哪两个字 以眼还眼 以眼还眼 你打死人就要赔命 你拿了伸俗 死了 你要赔回伸俗 你会想到两个字 我想想想到两个字 你会形容这两段经文 旧约的教导 一个神透过摩西 对以色列文的教导是什么 两个字 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 在旧约时代 无论你 无论有人伤害了一个人 无论是有心 或者是无意的 都要有一个公平的 受到的刑罚 我指公平受到的刑罚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去打脱你一只门牙 你就可以怎么 打脱你一只门牙 不要打 填其他牙 OK 如果去弄盲你的右眼 你可不可以打盲 左眼 不行 一定去右眼 就是一个相等的 公平的 但是 旧约的摩西去说 神透过摩西去说 最主要的律法不是说 人家打脱你一只牙 你打脱你一只牙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说的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说 防止人随意去报复 一个报仇的行动 就是不是自己私底下 去做一些报复的行动 而是透过去什么 其实这段经文所说的 全部都是说 关于哪些人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 上到法庭 那个法官 那个法官 可以这样去做 或者一个政权的人 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不可以自己私底下 去报复 不可以私底下 去做一个复仇的行动 而 他更加讲到 一个法则 一个律例 就是说 你的刑罚 不可以比真实的过犯 更加严重 你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他杀了人 就填命了 如果拿了你的伸畜 杀了的话 你就要赔回伸畜 杀了 而这个 过犯的刑罚 就是不可以给他更重 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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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呢 如果我用现代去说 就是说 如果我偷了你的环保袋 如果你偷了我的环保袋 你偷了我的环保袋 要是红等的 不可以的 不可以过分超越严重的 但是记住一件事 旧约里面说 就是说 不是你自己去实行这个的刑罚 而是政权的人 一个法庭上 可以说法庭 一个法官 才可以执行这个 你拿上去 给那个法官 拿上去给那个政权的人 他们去判 如何去做 这个就是旧约里面 摩西去对以色民说这件事 不是你自己去做 OK 你拿过来 我们 我们 政权的人 我们的 去判 OK 很公平 以眼还眼 这个一直是旧约里面的教导 传一下 传一下 传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究竟 这帮犹太人 这帮法利塞人 这帮宗教人士 又如何去将 旧约这个律法 如何去教导 而耶稣想说出 他们有个误解在里面 他们搞出了一些新的意识 新的意识是怎样 法利塞人 犹太人 他们如何去解释这个律法 他们将这个律法 以牙还牙 以蛙还牙 就转做一个个人的 去实行这个律法 我意思是 你不想像我刚才所说的 旧约他就说 你不是自己去做的 不是自己去判的 不是自己去实施这个刑罚的 但是 当去到耶稣的年代 他们的教导里面 就将这个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就实行一个个人实行这个律法 就是说不需要经过一个司法制度 而我自己去做审判官 我去做 我如何去刑罚一个人 那 旧约是防止人自己去这样做 防止一个人去复仇 防止一个人去做 去执行这个刑罚 但是 新约里面 去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法利塞人 他们的民事 犹太人 他们的理解 他们就做什么 我自己可以去做 怎么做都行 你猜 你自己去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公平吗 你觉得你自己会不会公平 你觉得我打你一只牙 我会打你一只牙吗 你整排牙都没了 我吐给你一只脚 你猜我会不会把你两只脚吐回来 你躺在床上 他打你一只眼 你两只眼都打完 鼻子都打歪了 耶稣就说 天国的子民 我们做天国的子民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些刑地伤害了你 有人伤害过你的人 还有些不公平的事 你应该如何去面对 耶稣如何去教导呢 我们来看看 耶稣用了四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例子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的也转过来打他 那还没说到打你那一巴掌 我们来看看耶稣去说 只要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究竟耶稣就是说 你要 resist 你不要和他作对 不要和他顶撞 可以这么说 但是恶人是指什么人呢 恶人是指一些坏人呢 恶人是指一些很奸的人呢 不是的 而是说这个恶人的意思就是什么 恶人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帮跟你其实有关系的人 我想问你一件事 有什么人会令到你觉得痛苦的内心 就是做了一些事令到你痛苦 就是一帮你认识的人 一帮你和他有关系的人 一帮会令到你心里面很痛苦的人 那三不适七的 我不会那么生气 我也不会觉得那么痛苦 但是当我一个和他有关系的人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事情 会令到我会很伤心 会很痛的 是吧 而他在说什么 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意思就是说 当有一个人和你有关系 或者你和他有关系的时候 他做出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对待你一些不公平的 令到你有伤痛的 令到你有伤害你的事情 你会怎样去回应他 那耶稣就说 当你遇到 我想问问你们 如果有些事情发生 是对你不公平的 你会怎样去回应 如果人家不公平对你 你会怎样 你希望讨价还价 你希望什么 讨回公道 你希望会 是不是 你心里面会这样想 然后你会做什么 你对我不公平 我会做一些事情 去拿回什么 公平 公平 拿回公道 是不是 正常 人家逼你去埋牆 你便推出去 是不是 正常 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学习的 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要拿回公平 是不是 但是耶稣怎样教 那我们看一看 耶稣第一个例子 他说什么 我们一起读一读 好吗 有人 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由他打 圣经里面是说实践的 我们经常听道 就要实践的 OK 那你坐在旁边 你试一下 我们当我们用右手 好吗 示范一下 你看着你旁边的那个 试一下用你的右手 打去右脸 实践一下 打不打到 你试一下 提高手挺过瘾的 看看你打不打去右脸 你用右手打去右脸 行不行 打不打到 打到 打不打到 我想问你 阿清和阿汤可以示范一下 给我们看一下 阿清站起来 用你的右手打阿汤的右脸 来啊 来啊 你打得很快 你试一下 行不行 要怎样啊 要反手才打到右脸 对吧 即是你右手的时候 你要反手才打到右脸 才知道 如果我用反手打你的时候 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 什么 侮辱的 很侮辱的 不是打你右脸 是反手打你 你试一下 我想问 如果有人举高手 要打你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反应 挡 挡 低头 但是很有趣的 你还会挡 臉 给他 你知道吗 如果人家真的打了你一巴巴 你会怎么做 打你一巴巴 是吧 正常的 打你一巴巴 你打你一巴巴 有没有人试过被人打一巴巴 有没有 没试过 是吧 我告诉你一巴巴 我常常告诉我家人 我试过被人打一巴巴 但没有人相信我 我小时候 我被表姐打过我一巴巴 但是我和表姐说 我表姐说 我哪有打过你 但是呢 那一巴巴 真是痛入心 我真是 现在都记得的 但是呢 他不记得了 那一巴巴 他打完我之后 那为什么他打我一巴巴 我小时候 我学英文 在香港 又学中文 又广东话 又学英文 很辛苦 那我表姐呢 就英国读书 英文很好 有些英文 不懂我 我就问他 那他教育我 习惯我 即是那些文法 我都学不懂 然后有一巴巴 一巴巴 就在我身上 那之后呢 我就死死地 拿着本书 走出门口 但是那一巴巴 到现在 我都记得的 真的很狠 那一巴巴 真的对我很大的伤害 到我现在 我都觉得很可怜 但是每一次我和我表姐说 你小时候打过一巴巴 他永远都说 我哪有打过你 我那么疼你 我都不会打你 打过的就不记得了 被打过的就是什么 记得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不是现在在投诉他 如果表姐看到YouTube 我不是在告诉你 是不是 但是呢 真的被人打了一巴巴的时候 真的很大 是什么 没肉的 是吧 真的过了一巴巴很痛 但是耶稣说 是什么 打完你的右脸 然后他怎么说 转了左脸 给他再打多一下 这个转字是什么意思 或者我去找人再示范一次 打完一巴巴之后 再转个面 再给他打一巴 好吗 有没有人想示范 实践一下好吗 或者两手一起打下去 挺个人的 打那个个人的 真的挺个人的 这个神神 转个念 转字是什么 转这个意思是什么 一个intention 一个很刻意地去做 就是说 当打完他一巴巴 他什么 很刻意地说 你打我这边 你明白吗 来来来 你打我这边 就是这个转个念 是一个很刻意地去做一件事 虽然他侮辱了你 但是 你都会转个念 给他打另外一巴巴 你能不能做到 弟兄姊妹 当有人打了你一巴巴 你会不会转另外一块面 给他打另外一巴巴 会不会 能不能做到 当一个侮辱了你 你会不会想希望 讨回公道 你侮辱了我 我侮辱你 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 你会转个念 给他打一巴巴 其实我在想一件事 如果一个人打到你一巴巴 你打回去一巴巴 之后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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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继续去打你一巴巴 之后你就打回去一巴巴 是吧 当如果你和一个人吵架的时候 他说完你 你兴起上来 你再说回去 你觉得你的吵架会不会停 不会的 是吧 想想想想想 OK 这是耶稣第一个例子 耶稣讲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什么 看看 第五章 四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女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OK 耶稣说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女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人想告你 照片子 在原文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拿你穿 照片就是说要拿你穿 有个人要拿你穿 要告你穿 你应该怎么去做 耶稣就用一个例子 就是说 当他拿你的女衣 即里面那件衣 在当时里面 犹太人穿两件衣 一个就是一件衣 普通里面的一件衣 就像T恤 另外就会有一个长袍 戴衣 他就说 当他拿在里面那件衣 的时候 你连外面那件衣 拜托你摘好 去送给他 耶稣就是这么说 在当时 我们听下去 那是什么意思呢 在当时来说 犹太人一听 就觉得很过分 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那件衣 被人拿了 不要紧 但是外面那件衣 不应该被人拿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 在旧约里面 有个例子 旧约里面 有个例子 就是说 当你很穷的时候 你去当了你里面那件衣 你穷得 连外面那件外衣 都当了 但是 当了之后 那个债主 在入夜之前 他要送回你 外面的长袍 送回你 给你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天气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改变得很快 在晚上会变得很冷 而很多时候 那些穷的人 或者一些犹太人 就将那个长袍外衣 当作 好像什么 一个被子 去取暖 如果连外衣都没有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会什么 冻死 所以旧约里面 就是说什么 债主 就算他当了外衣 到最后 晚上都要给他 给他 当皮琴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 他拿了你的女衣 你连外衣都给他 这个已经去到很尽 去到很尽 就是什么都给他 当一个人要拿你的好处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 耶稣说什么 什么都给他 拿你的好处 什么都给他 是不是 你说这个是否公平 这个例子 你做不做到 有人找你好处 你什么都给他 你做不做到 弟兄姐妹 做不做到 真的很不公平 我记得以前 我姨妈经常跟我说 做人吃虧一点不要紧 吃虧一点不要紧 有个牧师讲到 他讲到他分享 他回到家 他发觉他家被人打劫 抢了 但他还很开心 被人打劫 抢了 他还很开心 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 他就说 他说我感恩 因为不是我去打劫 人 是人家来拿我的东西 如果我去打劫 人家说可可可可 所以 你明白 有人拿你的好处 你会不会继续给他 耶稣说什么 外衣都给他 就是我吃过三文字 我切了一半 我在吃一半 有人说 不行 你不如把另外一半给我 你会不会给他 你会不会给他 做不做到 有没有人做到的 举手 两个例子 一个被人打完 一巴 你会不会转到另一面 被人打巴 做不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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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有人拿你的好处 你都给他 做不做到 做不到 做不到 是不是做不到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例子 耶稣说第三个例子 我们读一读 有人强逼你走 什么 一里路 你就和他走多 什么 两里 拍拖吗 走多一里路 走多两里 是不是 耶稣说什么 他就说在罗马那时代 罗马那时代 罗马政府的人员和军兵 他有权 有权 捉任何一个人 不是捉他 有权我走一街 我捉你 他说 我见到 有个人捉住他 我说 你帮我拿我的东西 去走一里路 他只能叫他走一里路 不能多走一里路 他有权 那些军兵可以捉住你 去走一里路 帮他拿东西走一里路 就是等于我在机场的时候 如果我拿着很多行李 如果罗马军兵可以捉住 其中一个人说 麻烦你帮我拿行李走一里路 OK 这个是当时可以这样做的 那我给你一个例子 你记得耶稣 背着十字架 去走上这段路的时候 走上各个他的时候 有一段路 耶稣就跌了十字架在地上 记不记得 记得那个故事说什么 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说什么 之后有个军兵 叫一个什么 叫一个叫古里来人的西门 叫帮去帮耶稣 拿那个十字架 这个就是个例子 就是罗马士兵 他们有权去这样做 去捉你一个人 去为他做一些东西 你想想 当耶稣说到这句话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和他走两里 犹太人听到这句话 真是火都离了 由罗马政权 他们已经不喜欢 还要什么 还要服侍他 还要什么 和他再走多两里路 你想想 人家叫你走一里 你就走两里 那来来回回 即是多少里 多少里 即是四里了 你去完又回回头 四里了 即是其实 真是给他什么 真是 给他找笨 可不可以这么说 你试一下 你家里叫你的小孩洗碗 洗完碗 跟他说什么 拿垃圾出去 你以为他会怎么说 洗碗就洗碗 还要拿垃圾 是吧 当耶稣说什么 强迫你走一里路 强迫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愿意 要迫你的 你不愿意 一个不公平的事 我要帮你做你的事 你自己拿你的事 为什么我要帮你去做 但是耶稣说什么 你就什么 和他走两里 就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甘心去做 还要做多些 这里说的一件事是什么 这份应该是他做的事 这个是他的责任 这个是应该他做的 为什么我要帮他做 在公司上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 明明是个project 为什么我突然要帮他做 教会里面 明明他做的 这件事 为什么突然要帮他 执手 很不公平 是不是 很不公平 耶稣说 你就和他走两里路 你就去帮他 有人做到 明明是你的责任 谁知道你突然要做 你做不做到 有没有人做到这件事 想一下吧 OK 三个例子 有没有人可以说做到一个 有没有人可以做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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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看看第四个例子是什么 第四个例子 第五章42节 一起读一读 有求你的 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 这里讲到什么 求你 求你 意思就是说 那个去求你的时候 就是相信你一定会给最好的东西 他 意思就是求 求的意思是说 你会将最好的东西给他 Give him the best OK 这里耶稣就用这个例子 就是说到一件事 就是什么 说到一些穷人 一些穷人去求你去帮忙 而求这件事是什么 向你借贷 就是问你什么 借什么 借钱 他借贷问你借钱 但是耶稣说的一件事 因为他穷 所以你知道你借了钱给他 basically 就是说他可不可以还给你 不可以 这里讲的就是说 当你借钱给他 他不能够还给你 他没有能力还给你 这个就是个例子 如果这个穷人没有能力去还给你的时候 那你会不会借给他 当有人问你借钱 问你拿东西 你知道他不能还给你 你会不会借给他 我想问问你们 会不会借给他 会不会 是吧 是吧 我宁愿放入咸水海也不给你 是吧 有时候 有时候 你觉得这个例子公不公平 公不公平 耶稣说什么 他还给你 你也要借给他 你也要给他 耶稣究竟在这里说什么 说是否要我们很慷慨捐书 是吧 好像香港东华三院 籌款的时候 多多亿善少少无拘 是不是这样 做不做到 我想问问你 当有个人走来跟你说 可能那是你最不喜欢的人 问你借钱 你把整副身家都给他 任不去拿 你知道他还不到给你 你也要给他 不要整副身家 你知道他还不到给你 你也要给他 你能不能给他 你会不会给他 如果他更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四个例子 四个例子 都是很难 很难去做 那耶稣究竟在这里说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个结论 我想思想一下这四个例子 一个是打你的 一个是拿你的 什么都拿走你的 拿走你的外衣 内衣 什么都拿走的 一个是强逼你走一里路 明明是他做的事 就变成你要帮他做 一个是求你给他 你就要给他 他不会还你 他不会跟你说一声多谢 四个人 这四种人 你觉得讨不讨厌 有没有人讨不讨厌 讨厌 可不可爱 这四个人 这四种人 可不可爱 不可爱 受不受欢迎 你看到都想什么 走开 是不是 一个侮辱过我的人 伤害过我的人 一个拿我好处的人 一个逼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的人 一个借完不还的人 连说他多谢都不说的人 你觉得我值不值得去帮他 值不值得去帮他 他否值得我去帮他 但耶稣说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很不公平 是的 真的很不公平 耶稣说 我们做天国子民应该怎样 就算他伤害过我 令我痛心的 令我痛过的 就算他打你的 你转个脸给他打 就算他告你 要拿你的内衣 你给他一个外衣 就算逼你走一里路 你要走多两里给他 就算他要你给钱 你都给他 就算他还不到 这些事情真的很难去实践 这些事情真的很难去做 究竟耶稣在这里想说些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些这么难做的事情 为什么耶稣想说些什么呢 我就是说 因为我们整天 耶稣是这么说 因为我们整天都想些不公平的事情 当有人对你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会怎么样 我要讨回公道 我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我会讨回公道 而这个就是往往和旧约的律法有冲突 就是说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去做一个审判官 我去做一个审判官 我要拿回我的公道 我会自己讨回公道 我心里面经常都想 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整回你 我怎么样去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我怎么样去拿回公道 我拿完公道 我就舒服了 耶稣就说 不要这么做 当你相信神是我们的判官 神是这个掌管万有 神最后会审判的 我们知道公义一定会临到 神一定会把这个公义 当我们学懂的是 将这个主权交给神 神就是我的审判官 而我不是去审判任何一个人 对我的不疑 对我的不公平的东西 耶稣就说 当你学懂这件事的时候 你不再去审判 不再讨回公道 你对那人 另外一个反应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去善待那人 当你不再去想讨回公道的时候 耶稣就说 你就是善待他 善待的意思是什么 Be kind Do good to that person Do good to other 看到刚才我说的一件事 伤害你的人 不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真正伤害你的人 你觉得受伤害的 是一个跟你有一个关系的人 可能是你什么 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兄弟姊妹 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在侍奉上的不和 可能是一个朋友 是拿你很多好处的朋友 可能在工作上 一个同事 很懒的他 但是他就虽然懂得拆鞋 所以一直一直向上走 有时候我真的想伸他一脚 和老板说一下他坏话 是吧 你明白吗 因为我们心里面 常常都想着讨回公道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但是耶稣在说的一件事 你不要这么做 交给神 神的主权去审判 耶稣就说 如果你做 常常都想着讨回公道的时候 你和那人之间的关系 只是会什么 破裂 你和那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会再修复的 当他打完你一巴 你升回去两巴 你觉得你的关系会不会好 不会好 你打完那一巴之后 你就和他之间什么 决裂的了 决裂的了 所以耶稣在说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个choice 这个是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就是说 你善待那人 还是你以牙还牙 耶稣就是想问 你究竟想和那人 有没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你想想和他有一个好的关系 弟兄姊妹 当我们学懂的人 去将主权交给神的时候 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善待他人 我们会问 当然你对我不公平 对我不好 我们会问一句问题 问自己 不是说我怎样去讨回公道 而是我去问自己 就是说 究竟我在这个情人之下 我怎样可以去荣耀神 我怎样可以将这个的关系去修复 这个就是耶稣说我们在天国子民就是这样做 怎样去荣耀神 怎样去将这个关系去修复 当人对你不好 不公平的时候 你怎样利用那个机会去善待他 怎样用那个机会去改变修复的关系 怎样利用那个机会去做一点好事 然后你会这样说 牧师说就容易 做真的很难 有没有人可以做到 如果有人对你不公平 你善待回去 真的很难 不容易 就算你做不到 你要学到 要学一样东西 就是放下 学一样东西 不要去报复 学一样东西 就是leave it alone 都不要去报复 不要去讨回公道 放松一点 当你学到去放松的话 你个人就是不要这么猛烈 不会猛烈烈烈烈 反而开开心心 弟兄姊妹 我想告诉你 耶稣一早教导的时候 都在说什么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想告诉你 当你和人有关系的时候 你一定会受到什么 伤害 一定的 当你愿意踏出一步 和人有关系的时候 你一定会受到伤害 除非你不想受到伤害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不要和人有关系 不和人有关系的时候 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人与人之间一定会受到伤害 但是耶稣教导我们 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不是继续把伤害 或者关系破裂下去 而是我们去学懂 如何把关系修复 耶稣教导我们 如何把关系修复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事 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 关系里面一个美丽的事 就是我们如何学懂去修复 弟兄姐妹 愿我们学懂这件事 愿我们学懂去 善待我们身边的人 就算他对我不好 我都可以善待他 我将那个主权交给神 神去审判 神将公义带来 不是我将这个公义带出去 好吗 弟兄姐妹 你可不可以和你旁边说一句话 他说你和他说一句 他说我很感激 我能够认识你 说一句 好吗 你是一位 你不用陷情密密地看着他 OK 你再说一句 你是一位值得我去关心的人 说吧 说完了 再说完这句 再说完这句 就算你打我一巴掌 我都不会生气 说完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吗 我说你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真是很奇妙 真的有时候他会激怒你 有时候他会做一些事情 伤害了你 但因为你和他有关系 所以你会痛 但是你 若果 你想不想再有这个关系 不想修复的话 打他一巴掌 破裂他 是吧 但耶稣说什么 人与人之间 不是这样 人与人之间 尽量去做一些事情 去修复回来 真的很害怕 跟人相处真的很害怕 我告诉你 我在过去这几次预备讲章 我对神的话语 对我真的是很大的鼓励 其实我看到自己很多的问题 但是神的话语真的改变我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用自己做例子 我今次完之前 我都用自己做例子 知道我很怕见人 有没有人相信我 是一个很害怕见到人的人 有人相信 我告诉你 我很害怕在台上讲道 我很害怕见到一班人 我很害怕在人群里面 我很害怕跟人聊天 真的 不压你 我是一个超级内向的人 我很害怕见到人 所以我 有时候很想躲在一二角 你不要烦我 你越烦我 我就越痛苦 你明白吗 但我不是代表我不喜欢你们 你明白我什么 不是代表我不喜欢你们 但我发现一件事 神创造人是要有关系的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躲在 所以其实也很痛苦 每一次要踏出一步 走前一步 跟人聊天 其实我用了很多力量去做这件事 我告诉你 但是 当我学懂他走前一步的时候 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这个关系 是一个很美丽的关系 其实神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美丽 你知道吗 当走前一步 你怕你都会受伤害 可能会误解你 不明白你 但是我觉得一件事 我学习一件事 当我预备讲章 在这里明白 我都在想一件事 原来耶稣希望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关系 耶稣希望不是你一个人 耶稣希望我们人与人之间 虽然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如何一起去解决 如何一起去予此扶持 如何一起予此帮助 我告诉你 很累 讲到很累 我告诉你 跟人聊天很累 在下面吃饭的时候 坐在一起 大家聊天 我会很累的 我告诉你 但是 我不是说你们不可爱 我会努力 走出这一步 跟大家彼此有一个好的关系 耶稣的话语 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和改变 我希望弟兄姐妹们 都是一样 难实践有些事情 但是我们去实践 耶稣的教导 我们不只听 我们去实践 我把我的话说出来 大家不要小看我 OK 但是我们一起低头都过 天本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爱我们的神 神 我们知道你创造人的 不仅是阿当 你也创造阿霞 你创造人的时候 你希望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和好的关系 你创造人的时候 希望他们彼此能够享受这个美丽的关系 神啊 有时我们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罪充斥到我心里面 我们有时经常跟别人说 我们要公道 我们要讨回公道 你明白吗 你对我不好 他对你不好 这样我的心就舒服一点 但是神啊 主耶稣你教导我们 你教导我们 不是一样东西都要讨回公道 教导我们将主权交错在你神里面 神你去审判 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什么 去修补 去善待 每一个对我们不公道的人 尤其是我们身边的 我们所关怀的人 神啊 愿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去改变 帮助我们去学懂的 如何踏出一步 如何和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就算受伤害的 我们不惧怕 因为我们知道 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神你的爱 充满我们的心 原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因为神你听祷告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命祈求 阿们 阿们 神祝福你每一位 我们没有走 我们今天会和英文部 一齐守胜餐 那或者大家留一留步 好吗 我们可以聊天 跟一个交通 不要打一巴 Nap 是交通的